看,我一拿东西,他们就过来了 哎呦,我紧张啊 我一拿东西,我只要一拿东西 手里边拿着就是吃东西 他们就会往我旁边来 来吧,给给给给 给 哦呦呦呦呦呦 哇 哇 血淋淋的教训 我刚刚拿了两瓶牛奶 我就是想着喂一下他们 给他们弄两瓶牛奶喝 刚刚不注意后边有用 后边跑过来一只猴子 直接抢了一下 手给我抠烂了 这么多猴子 猴子开会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野猴子 我现在是在三游七国道 准备前往瑟达佛学院 在路上有一个地儿 你看这地上全是猴子 大大小小的 我看有一二百只吧 肯定有 房子上都是猴子 在川西和甘孜这边 在大山里边开 在路上经常会遇到这种野生的猴子 这个猴子呢 还是藏 藏弥猴 藏弥猴 这上面又有牌子 上面写的有 藏弥猴保护官场区 这些猴子在路边 基本上 像游客过来了之后 在路上都会给他拿点食物 水果呀 面包啊 零食之类的 这些野生的猴子呢 也会形成一种依赖 就没事了 就坐在马路边 就等待着游客来投食 这个猴子的性格还是比较暴躁的 也要注意安全 嘿嘿猴哥 这是刚刚谁在这扔了点那种 柑橘子 他们在这吃了吃 你看这边多少 都是 那边也有 上房子上面的也有 我也没有 车上没有什么吃的 就一箱牛奶 纯牛奶 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喝 我给他们投一点吹牛奶吧 看我一拿东西 他们就过来了 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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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紧张啊 我一拿东西 我只要一拿东西 手里边拿着就是吃东西 他们就会往我旁边来 来吧 给给给给给给 给 血淋淋的教训 我刚刚拿了两瓶牛奶 我就是想着喂一下他们 给他们弄两瓶牛奶喝 刚刚不注意后边有用 我后边跑过来一只猴子 直接抢了一下 手给我抠烂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太危险了这玩意儿 之前光在网上听说 这现实当中我还没遇到呢 第一次遇到猴子攻击 只是网上说这猴子的性格 比较躁一点 比较急躁一点 这是第一次 刚刚下去想着给他两瓶牛奶 那只猴子的 这只手给我抓烂了 它不是咬的是抓的 直接滑破了 这一下就长记性了 以后再不喂猴子了 走了走了走了 以后以后不再喂猴子了 长记性了 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大师兄 以后真的长记性了 再有三十公里就到达色达佛学院 是藏传佛教学习的一个地方 那儿的景色非常漂亮 全部都是红房子 等一会儿 我老乡在前面呢 他已经到了啊 在那等我呢 咱先过去 现在已经到色达了 这里呢就是色达 色达有一个色达佛学院 就是相当于是藏传佛教中的一所大学 有很多当地的这种藏传佛教的这种信徒啊 在这里边上大学 这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所 自己上大学不用交学费 并且呢自己在里边吃呀 包括住呀 都得自己来找房子 自己做饭吃饭的一所大学 看我把车停在这 我这个车是LC 陆寻的LC100 4500 看这个车 又来了一个车 跟我车好像 这个是 也是LC100 LC100的4700 黑色的 这是白色的 很像哈 也是改了 这个越野轮胎 还有防托圈的这个轮固 它的是4700 应该是蛇党的 色达的佛学院 大家知不知道我刚才怎么过来的 我天就在我身后 看 能不能看见 这就是一个藏传佛教的一个大学 我们刚才是坐摩托车过来的 但是坐摩托车没 人家那个小哥是不让拍摄的 一人坐摩托车是一人是150块钱 得人家帮你拉到这个门口 因为现在这个色达佛学院是关闭的 看来了一趟 坐摩托车裤子也挂破了 挂了这么大一个洞 我的天 这个损失 走得越来越近了 这就是比较出名的 红房子 色达的佛学院 那边应该就是那个教学楼 建筑比较大的那个就是教学楼 然后这些学生呢 都是在这上面自己找地方住 自己搞这个吃的东西 看后边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建筑物 就是佛学院其中一个教学楼 这个教学楼进去上课的话 必须得把鞋脱掉 光着脚才能进去 并且在这个佛学院里边呢 不收学费是其一 其二呢是不管你年龄多大 他也没有毕业的时间 比如说你要在这上学 上工三年五年十年啊 没有时间限制 而且没有年龄限制 你多大都可以在这里边进修学习 还有男女也都可以 这次进来坐他这个摩托车 为什么知道人家不让拍摄了那小哥 因为坐他那个摩托车 我翻车翻了两次 裤子也刮破了 裤子 天哪 再看我屁股后边 屁股后边也是因为摩托车摔了 里边上面太滑了 摔了 在这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在往上爬一爬 玩一玩儿 在这个瑟达佛学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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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